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三大怪兽也都登场了 但是只有摩斯拉露脸了 拉顿和基多拉的只有轮廓 其中摩斯拉直接就是大恶子 应该不会有毛虫和巨蛋的形态了 拉顿的造型看着跟前两天曝光的泄露版的模型造型一样 看来那个是官方版无遗 这么看拉顿就成了造型变化最大的怪兽 基多拉的造型至少上半身是神还原 一展大开的镜头 可谓是跟日版完全一样 而实际上摩斯拉和基多拉的打开翅膀的动作都是致界原版 这四大怪兽究竟怎么大混战之前就说过 决定权应该是在拉顿手上 拉顿加入正义一方 就是三打一 拉顿加入邪恶一方 就是两打二 结合拉顿在预告中有破坏城市 摧毁战斗机的恶行 看来是气鸣投案的 如此 电影中怪兽大战就变成了哥斯拉 联合摩斯拉 对战基多拉和拉顿了 而除了四大怪兽 可能还有更多的怪兽登场 预告中人类已经意识到了泰坦巨怪的存在 而也有暗示在地球上的怪兽 肯定不止影片中的这四位 实际上 这个有拉顿的画面中 还有一个巨型飞行怪物入境红色箭头处 也许电影中的拉顿会是两个 而在影片宣传官网上 地软组织的档案中 除了三大怪兽的标记点 在地球上还有十多个标记点 只是其中的数据是灰色 还没有解锁 也就是说 除了四大怪兽 影片中很可能还会登场其他的怪兽 不过应该都是打打酱油 毕竟哥斯拉系列中 这四大怪兽的咖位不是别的怪兽能比的 而昨天的漫展上 导演也确认了这一点 三 人类戏份堪忧 虽然这款预告的节奏把握 气氛引导都堪称辉弘大气 但是体现出来的人类戏份则有令人担忧的迹象 维拉法米加饰演的古生物学家是女主角 预告也是以她的口吻进行旁白的 但是她在形容我们人类自身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我们人类自身就是地球的病途 而是泰坦怪兽的存在 就像是免疫系统 这话听起来很像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的说法 在结合后面她丈夫对她说你疯了 她女儿对她说你才是真正的怪兽两个画面 在结合之前演员维拉法米加在谈到自己角色的时候 说她女主找到了某种跟怪兽交流的方式 以及她自身是因为这部电影有环保主题 才接演这个角色的一条清晰的线路显示出来 其女主角的确能控制怪兽 而正是她将怪兽唤醒 以此来给示人以警示 希望大家去珍惜和爱护地球 而不是一味的破坏 果真如此的话 这样的情节可能要遭到一部分人的吐槽 结合之前曝光的看过特效 未完成的初剪版观众的部分负面评价 怪兽大战很精彩 但是关于人类的戏份却显得很傻 不得不令人替整体剧本捏一把汗 不过也许只是预告的剪辑 故意让女主看起来像是反派 四 画面风格值得肯定 许多人担心电影会像是2014年的哥斯拉一样 整体昏暗 大多场景在夜间 什么都看不清 从预告来看 这是不用担心的 虽然整体色调依然不明亮 但是这正是要营造出一种末日气氛 如果说哥斯拉的整体色调是黑 金刚骷髅岛的整体色调是黄 那这部哥斯拉二从预告来看就是蓝 虽然肯定赶不上骷髅岛 但肯定比第一部要明亮许多 而另外一点 色调从来都是跟导演想表达的效果是一致的 它的作用是营造气氛 而不仅仅单纯是为了打得爽 灰暗的环太平洋一跟灵溪的环太平洋二 不用说 你也应该会选择前者 并且也是在之前的初前晚适应的爆料中